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百姓对统治者最看得起的是哪个地方呢 恐怕都不是我们 我觉得恐怕是朝鲜 这个朝鲜老百姓对统治者是最看得起的 那最看不起的是什么地方呢 大概就是美国了 法家说的也的确好像是很有道理 自主无忠诚 像布什这样的人就是自主 像那个大小金这样的人 那当然就是非常伟大的领袖了 那么为了战胜人民需要怎么样呢 韩非说 第一 你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 民不贵学则渔 渔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物济农 民渔则知可以亡 老百姓都很蠢 我很聪明 我就可以当王了 如果老百姓也聪明起来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治国治的好 老百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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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鱼 就是老百姓越笨越好 老百姓越笨 我越好治理 那么第二个条件 老百姓也不能太富 这里我要讲法家 我刚才已经讲了 他们很重要的 他们认为 治国要靠赏罚 是吧 那么 赏要起作用 第一当然是要 你们要自私一点了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了 如果这个人是 既不吐赏 又不怕罚 那么法家就认为 你是一个危险分子 是吧 就不能要 但是 你就算你 比较自私 那还是不行 因为假如你是一个妇人 你也不会图国家的赏 是吧 假如你本身 你就 你本身 你就有大房子住 你就不会想着 哎呀 我要 搞运动 是吧 当个大官 然后可以 皇上可以赏我一套 豪宅 是吧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吧 假如你本身 你就可以买汽车 你就不会想着 哎呀 我要去当 几级干部 弄一辆红旗来 开开 是吧 因此 这个 法家说 赏罚要起作用 是吧 老百姓就不能 不能付 是吧 因为你付了 老百姓就不图国家的赏了 是吧 这个 这个老百姓 一定要 是吧 穷兮兮的 是吧 因此国家给他们赏赐一点 他们就会拼命的卖命 是吧 就是重赏之下 有勇夫 是吧 如果如果这个老百姓本人就很富 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很富 那你这个赏还有谁 还有谁稀罕呢 是吧 因此他说啊 老百姓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富起来的 是吧 当然话又说回来 老百姓也不能太穷 是吧 穷到快要饿死了 老百姓就可能要造反了 是吧 因此这个法家的说法是 要让老百姓有饭吃 但是不能让他们有余粮 是吧 这就是韩非的那句话 是吧 叫做 竹民何可以为治 是吧 最理想的状态 是使民家不计数 上产业 是吧 老百姓家里头都没有余粮 是吧 这个粮食都在国家的仓库里头 是吧 你不要让老百姓太富裕 是吧 有些人说 国父才能 才能 不是 民父才能 国安 是吧 韩非说 这个话 你讲讲可以 是吧 但是你自己不要相信 是吧 这个话 是吧 这个国父有时候就要乱了 是吧 而民父有时候就要乱了 是吧 他们就看不起你了 是吧 最好是 老百姓是要穷 是吧 绝不能让农友于食 则薄艳于睡 是吧 老百姓吃饱了饭 没事干 他们就会游手好闲 是吧 就会东逛西逛 免不了寒 会响入飞飞 是吧 会接受一些不好的 那个那个影响 是吧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他们 是吧 一贫如洗 当然国家要保证 他们不饿死了 是吧 这个还是要保证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拼命地干活 是吧 就不知其他 是吧 这种状态最好 是吧 同时还要以十五连作 言行俊法来禁锢他们 而且使那些想要摆脱自顾的人 上天无路 陆地无门 行间无所逃 千夕无所入 是吧 行间自治 连以武 辩以章 孰子以令 处无所处 必无所生 是吧 在法家看来 是吧 老百姓都是些贱骨头 是吧 如果你要随了他们的希望 他们就会弄奸耍华 是吧 富起来 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 只有穷愁潦倒 他们才会卖力 是吧 所以这个韩非就说 是吧 任民之所善 故奸多 民平则利 民富则因 是吧 什么叫做任民之所善呢 是吧 就是人民所希望的 就是民之所善 如果你满足了人民的希望 那么人民就会 是吧 弄奸耍华 越来越不知好歹 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 是吧 你就一定要 是吧 不能任民之所善 是吧 民贫则利 民富则因 是吧 老百姓穷 他们就会卖力的干活 老百姓如果富了 他们就成了花花公子了 是吧 那绝对 要不得 是吧 是吧 所以这个 法家又说 是吧 要做到 民辱则贵决 弱则尊官 是吧 这个 贫则重赏 是吧 老百姓 必须屈辱 是吧 这样他们才知道 大人的尊贵 是吧 民辱则贵决 如果老百姓本身就 地位很高 是吧 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是吧 弱则尊官 是吧 老百姓必须很卑贱 这样他们才懂得当官的厉害 老百姓必须很贫困 这样他们就会为你的赏赐 而卖命 是吧 贫则重赏 如果是富人 他就不重视你的赏赐了 是吧 总而言之 要富国强兵 就必须使老百姓 停留在 辱 若 贫 鱼之中 那么这样的一种制度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是吧 当然 是吧 它会使这个 国家的武力 变得很强大 是吧 但是这个秦啊 它在经济上 是不是个很富裕的地方 这始终是有争论的 是吧 以前呢 我们经常都讲 这个法家的治国啊 使得秦国变得很富裕 是吧 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秦 这个 这个 在经济上也 也 也很发达 是吧 那么说 而且说它统一六国 就是靠着这个经济上的富裕 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这些话呀 应该说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因为 《死纪货之列传》中 这个司马迁就曾经有过一段话 是吧 这段话 后来被有人形容为是 法家改革的结果 是吧 说 关宗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 人重不过十三 然量其父 时居其六 说关宗这个地方啊 这里我要讲 从 司马迁这一句话的上下文 你可以看到 他讲的关宗是大关宗 是吧 就是不是仅仅指的是 陕西西安附近的那块地方 是吧 他讲的关宗指的是 七国时代的秦部地 是吧 也就是说 当时秦统一 统治的地方都叫关宗 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关宗 是吧 其中包括整个西北地区 包括那个 像四川这样的地方 是吧 那都是在秦统一 以前就已经归了秦国的 是吧 这些地方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占天下的面积三分之一 人口不过百分之三十 但是他要占有百分之六十的财富 是吧 但是以后的很多史学家 经过考证 其中也包括引证了史记和汉书 是吧 在石货字地理字 这些著作中提供的材料 是吧 他们很多人都指出 这一段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 并不可信 根据包括史记本身在内的秦汉时期 各郡国的数据分析 包括全部秦故地的大观宗 的确面积占秦末汉处 天下的三分之一 但是人口并没有太多 是吧 即使在西汉时期 多次移民观中 使他的人口比例 有所提高的情况下 到了西汉末年 也只占 全国人口的不到百分之十七 即使这样 关中仍然是一个经济不能至极的地方 是吧 这个地方 从秦到汉 一直要依赖 关中大量向他进行资源 是吧 进行大量的粮食的输入 是吧 而关中的 卫造汉旗 这是如果按照现在的一些经济史家的说法 是吧 其中包括 葛建雄先生 是吧 周振贺先生 是吧 这些搞秦汉时比较下过功夫的这些人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 当时秦是比较落后的 楚也是比较落后的 是吧 燕也是比较落后的 是吧 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还是关东的 卫造汉旗故地 也就是原来的山径 加上旗 这些地方 面积只占天下的百分之十一点四 人口却占到百分之六十 是当时人口 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而且这些地方人口虽然那么密集 他们的经济还是至极有余的 大量向其他地方进行资源 在粮食至极的情况下 每年至少要向关中输出四百万弹粮食 还有大量的纺织品和其他手工业 从关东输入关中 是吧 种种的材料 当然不仅仅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数字了 是吧 种种的这些其他材料 是吧 都证明 正如葛建雄先生说 是吧 全面考察秦汉时期的经济状况 我们不得不承认 当时最发达的地区是关东 主要财富是关东 而不是关东 是吧 这一点其实啊 我觉得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甚至我觉得是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 这好像都是一个带有相当普遍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富的地方往往不强 强的地方往往不富 是吧 这个不仅是秦汉是这样 是吧 大家都知道我们明清时代 江南是最富的 是吧 但是江南在政治上是处于弱势的 是吧 那个统治中心一直都是在华北 是吧 尽管华北要比江南要穷得多 是吧 其实隋唐以前基本上也是这样 早就有人说过 中国的 隋唐以前是 是吧 隋唐以前是东富西贫 但是东若西贫 隋唐以后是南富北贫 但是南若北强 是吧 一直有这样的一种一种现象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 在近代以前也有这种现象 是吧 也就是说那些蛮族 一般来讲都是 经济比较落后 但是武力比较强大 是吧 像那个陈吉思汉 是吧 什么满族 什么女真人 诸如此类的 在古代世界 包括什么罗马时代的日尔曼人 也是这样 那个时代 大概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是吧 他说这个主要的财富是在关东 而不是在关中 是吧 那么实际上 关中并不富裕 是吧 当然了 你可以说通过打仗 他们从关东抢来了大量的东西 是吧 那么抢来的东西 当然主要是统治者享受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 是不是也分到了一杯羹呢 当然也可以设想他们还是分到了一杯羹的 是吧 不过这是在战争时期 是吧 到了统一以后 是吧 这个分这杯 统治者还会不会给秦人分这杯羹 是吧 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秦统一以后啊 他的一些问题就 就很快就暴露出来 是吧 那么秦的经济 其实不算发达 但是他的政治 又相当苛暴 是吧 这个商鞅啊 大概是 历史上的专制者中 唯一敢讲这句话的 是吧 他说啊 统治者 要干什么呢 统治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 而绝不做老百姓喜欢的事情 这样国家才会强大 是吧 反之 国家就会 衰弱 越是顺从民意 国家就会越弱 越是 逆反民意 国家就会 越强大 是吧 这句话的原话是 正做民之所悟 民弱 正做民之所乐 民强 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 是吧 也就是说 你要讨好老百姓 你做老百姓喜欢的事 老百姓就会强了 而老百姓强 国家就弱了 是吧 如果你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 是吧 正做民之所悟 是吧 那么老百姓就会被你压服 是吧 那个 这个民就弱了 是吧 民弱 国就强了 是吧 民强而强之 兵从弱 是吧 老百姓越来越强 你的军事力量就越来越弱 是吧 民弱而弱之 兵从强 是吧 老百姓越来越弱 你的军队就越来越强大 是吧 其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 这样想的恐怕不少 但是赤裸裸的这样讲 商鞅这些人 大概是最肆无忌惮的了 是吧 那么 这里我要讲了 秦代的实力到底是怎么样呢 这里我们要说 是吧 实际的情况可能是丰富多彩 是吧 和史料中几条 肯巴巴 是吧 相比可能 并不是 能够涵盖 是吧 秦人有没有快乐的生活呢 我想大概应该有 是吧 尤其是当他们隔掉了几个脑袋 换到了很多赏赐的时候 是吧 秦是特别重视这一点 是吧 秦人也有很快乐的 是吧 但是我想 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说 我的统治要使农民快乐 要使人民快乐 那么人民是不是真的能够快乐起来 这还很难说 因为你说的好听 做的不一定就怎么样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明着说 我就是要使老百姓不快乐 那么老百姓能快乐得了吗 统治者说得好 老百姓不一见得就过得好 但是如果统治者连好话都不愿说了 那么老百姓的日子能不能过得好呢 如果统治者公然说 他就要把老百姓搞得乳酪贫瘀 就是要振作民之所恶 那么老百姓的苦难 还用怀疑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 像秦的强大 从长远的观点看 我们现在当然应该说 还是得给予他一些应有的历史地位 是吧 这里我倒不是说 如果不是秦 中国就不能统一 是吧 因为大家都看到 从三代到春秋再到战国 总的趋势是通过战争 国家越来越少 是吧 而且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是吧 这个总的趋势是摆在那里 秦如果不同意 也会有其他国家来统一 是吧 但是毕竟这个统一最后是由秦来完成的 是吧 因此我们说秦开创了中国的统一的局面 是吧 因此我们 一个比较高的评价 我觉得完全也是应该的 是吧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事情的另一面 是吧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但关东六国的老百姓是遭殃的 秦国的老百姓 也的确过得不怎么样 是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人说 这个强情使得老百姓很富裕 是吧 现在经常有人这样讲的 是吧 我觉得要纠正这种说法 你用不着引反情人士的言论 是吧 你只要引我刚才引的这些 情的主流思想家 他们自己就是这样说的 是吧 他们自己就是说 我们这个国家 民弱 民贫 民辱 民渝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强大 是吧 是他们自己说的 并不是反情的人说的 是吧 你不要以为 是吧 甲仪 曹措 是吧 这些甲仪写了过情论 是吧 大家知道他是 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批评 秦 是吧 说秦 无道 是吧 暴虐 是吧 那么你可以说这是反对派的攻击 是吧 那么不是反对派的人是谁呢 商鞅韩飞当然不是了 是吧 但是商鞅韩飞他们自己就说 是吧 他们自己就说 亲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是吧 这里我要说啊 这个 我们以前都讲 是吧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个古代的儒家也经常讲这句话 是吧 但是老实说 我觉得啊 这个古往今来的历史上 是吧 得民心者不得天下 不得民心者得天下 应该说这个例子还是非常之多的 是吧 否则 如果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静待 不需要政治现代化 是吧 因为所谓的政治现代化 所谓的民主化 就是要使政治顺从民意 是吧 你得不到多数人选票的 你就不可能得天下 我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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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天下